我们平常的健检啊 就会规定说 比如说30岁以上建议 你要做乳房的超音波 然后45岁以上要做乳房摄影 那像一般像卵巢癌这部分 它现在有比较建议的规定 可以让我们去遵循吗 是最早两年应该要做一次 这个骨盆腔的超音波的检查 骨盆腔超音波 那当然骨盆腔超音波 最好如果你是有性行为的人 一般我们建议就从阴道做 那如果没有性行为 我们再从腹部来做 那重点就是看骨盆腔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说你已经有 譬如说发现说子宫或卵巢 譬如说你有肌瘤啊 或者是曾经有什么囊种 那我们就建议你 最少每年在做抹片的时候 就也安排一个超音波就同时做 那当然更积极的是说 如果你曾经发现说 你曾经有不舒服的现象 然后去看过 那做超音波说有问题 但是还不需要开刀处理 那我们建议就三个月一定要再追踪 所以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然后订定这个不同的标准 是医生其实今天我也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他就讲说 如果你有子宫内膜异味症 其实获得卵巢癌的机会会高达18倍 那您怎么看这件事 所谓的子宫内膜异味症 就是子宫的内膜 长在它不该长的地方叫异味 所以异味呢 它最常见的是会跟着我们精血逆流 精血逆流以后就在卵巢上面 那你要想想看那边受到这种不正常的组织 一直在刺激它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些瘤会长在那个地方 我们正常本来精血逆流 我们正常的人 90%的精血是往外流出来 10%是会流到肚子里面 如果是子宫内膜异味症的人 通常是子宫后群 所以它逆流的精血会比较多 那身体没有办法去清除的时候 就会变成这个病变 那病变久了就会变成癌变 那也是一样就是说 当你身体为什么正常的人可以清除 你没有办法清楚 就是说你的免疫功能是不是比较差 我们不要以为说免疫只是说 我们现在有什么病毒来啊 什么流感啊 我们去抵抗它 事实上它还可以清除 我们体内的这种不正常的物质 这个也需要我们身体的免疫 所以我们常常说像 现在比较新的一些癌症的治疗方式 大家一定会听到有一个免疫疗法 为什么会免疫疗法 就是说我们用身体的这些抗体 去供给癌症细胞 是 其实医生刚刚有讲到一个点是 现在发现阮潮癌 有一些也是从疏软管 这边转移过去 所以我们这边也来认识一下 我们阮潮癌的分歧 到底应该怎么分呢 好 那我们阮潮癌的话 第一期当然就是说 它在我们这个阮潮本身 那分为AB啦 然后A的话就是说单侧 B的话就是双侧的部分 那第二期的话就是 它附属的这些附件上面 譬如说子宫已经有转移 那第三期的话就是骨盆腔 譬如说到膀胱 这个相关的位置 那第四期当然就是 整个全身的转移的部分 其实医生我们在看 这个阮潮癌分歧 其实看到第一期 它存活率还有90% 到第四期的时候 其实存活率已经剩10% 来看诊的啊 大概都落在第几期 比较多 应该来讲就是说 如果它是像一般 它是来做 我们说健检啊 裁检的部分 甚至于我们最近有一个病人是这样 他是因为是说 因为要做试管婴儿 那做试管婴儿来评估的时候 我们就说你卵巢有个水流 那我们要做婴卵的时候 效果比较差 所以我们就建议说 先把水流一抽掉 结果一抽癌症细胞 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做试管了 那我们就赶快把它做 卵巢的切开 把那个瘤拿掉去做化验 那其他的卵巢很好 那他现在也在做试管疗程 也准备要揭晓答案说有没有化验 所以这个很早期你看我们这个很早期的处理完 它是没事的 那如果说到已经照全身转移 事实上第四期的话 最常见的就是说像肠子的转移 腹膜 积水 那这个都必须要靠化疗 那现在当然也有很多比较新的方式 像说我们刚刚提到说 免疫疗法 标靶治疗 或者说细胞治疗的部分 事实上现在的存活力都可以再提升 那像医生像我朋友他也是子宫方面 我有点忘记他是哪一种复刻的癌症 可是他是拿掉子宫的 那拿到子宫现在会不会建议说 如果子宫拿掉 那我干脆连疏软管 其实我也整组一起拿掉 对 所以我们应该要这么去看 第一个就是说 你今天开刀的年龄层落在哪里 如果说他是比较年轻族群 你说真的子宫癌症必须要拿掉 但是又比较年轻 通常我们会保留卵巢 因为卵巢还是会排卵 然后会产生荷尔蒙 才不会提早更年级骨质疏松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他今年已经超过50岁以上 那子宫有病变 我们也会建议病人说 要不要把卵巢疏软管一并拿掉 另外也有文献报导也提到就是说 当你子宫切除的时候 卵巢病变的风险也会比较高 对对对 真的喔 真的 那像多囊性卵巢也会吗 是 因为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多囊性卵巢它的形成的一个部分呢 事实上是我们身体的雄性荷尔蒙 跟雌性荷尔蒙的一个不平均的状况产生 那多囊性卵巢的人呢 家属里面最常见的是什么 三高还有糖尿病的问题 就是糖尿病的问题跟三高这些问题 都容易出现 那你想想看我们的糖尿病三高 本身就是癌症的一个危险因子 所以它事实上造成癌症的几率 就会比较高 所以那当然这个卵巢又是首当其冲 你多囊就在卵巢上面 所以卵巢的机会也会比较高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很多的这种疾病 现在没事不代表以后没事 所以为什么还是要做一些控制 这边医师也有提供案例 我一直以为是子宫内移腔里面 它会出血 但没想到卵巢它也会出血 这个个案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正常女生 每个月都会排卵 那排卵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的素卵管 就好像那个补手的手套 会来伸过来把那个卵子接走 但是我们的卵巢上面 就会有一个小破洞 那当小破洞产生的时候 因为我们身体会 启动我们的凝血功能 所以会把那个破洞结给堵住 就没事了 但是有些人在这个时间 如果说有一些激烈运动 那最明显就是性行为 那因为这个生殖器官 或体位的改变的碰撞 可能就让这个出血 或者说出血口就变大 出血量就增加 所以就变成腹部内出血的情况 那我们当时急诊室就一诊断 肚子内出血血压已经有点下降 然后一估它的血红数是大概7点多 肚子的积血大概已经超过 500到1000左右 它是因为腹脏 腹脏肚脂痛 对对对 它觉得它有点呼吸困难 好 腹脏又呼吸困难 来 那再问一下我们就说 那你是不是刚刚做了什么事 是这样说跟男朋友去吃饭 吃完饭呢 就不舒服了 就不舒服了 好 那我们就说 刚刚有就很直接了当问说 刚刚是不是有发生性行为 他说对 在性行为当下就不舒服 所以就来到急诊 那看到他那个情况 是一个急性的出血 所以我们就做了腹腔镜 赶快进去止血 赶快就是说把那个 因为年轻嘛 那我们就尽量以止血手术 不要去破坏 那赶快把它处理完以后 就送到病房去 结果我刚刚讲两点多到 大概五点多 恢复病人醒了都没问题的时候 护理师就跟我说 刚刚那个开完刀的病人说 他现在要出院 我说才刚开完刀 为什么要出院 他说不行 我后来就很 赶快到病房去了解说 这个黄小姐 你为什么现在要出院 你是有什么问题吗 这位黄小姐有什么问题吗 对 你有什么问题 他就说 因为我要赶快回家 因为我跟我妈妈说 我下午去运动 跟同学去运动 如果我再不回家 我妈妈会找人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那没关系 你要不要请你妈妈来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是因为运动 造成内出血 那要住院观察休息 好好休息一下 那这个很快 大概明后天身体复原 你就可以回家了这样子 那他想一想说 市场他也很虚弱 因为你看他出血那么多 所以就说好吧 那医生就拜托你帮帮忙这样 所以医生在门诊中 也要帮忙 讲一下这种善意的谎言 所以维持一下家庭的和谐这样 那再来就是 男生像一般可以做结渣 那女生如果结渣 会不会对于防堵这样子 一个病变有帮助 事实上应该是说 如果结渣以后 感染的几率是比较低 那但是以说 癌症的病变的几率是没有什么影响 一般我们很多人常常也以为说 结渣就好像绑个鞋带扎起来 对 我也会是这样子 通常会剪掉一段 就是让他离开远一点 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些组织 会复原跟再生 所以如果你只是把他烧断 他有时候会再育而回来 所以我们通常会剪断一段 让他分离远一点 当然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担心说 因为我们的疏软管旁边 都有些血管在公益血液 那如果当这个阶段的时候 可能让血液循环也会比较不好 但是它这个对癌症的病变 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我们身体 我们人就是会找很多的出入 血液循环也是一样 所以对于荷尔蒙也不会有影响 这个大家倒是可以放心 那才其实刚刚讲那么多 其实我相信大家听完 会觉得有点沮丧 因为很难纠结出 这卵巢癌的这个前兆 那我们平常可以吃什么来预防吗 像女性有一些食物 吃的是对身体蛮好的 譬如说我们说 生澀蔬菜水果类 那譬如说菠菜啦 椰菜那个青椰 绿竹笋之类 那它有含叶酸 那甚至于现在就 维他命C维他命E 甚至于维他命D 这个都有一些抗氧化的作用 可以把我们身体不好的 这些物质给去除 那第二个类像海藻 海带这部分也是有帮助 那第三个像豆类食品 大豆啊黄豆啊这些也可以多摄取 那另外还有像说有一些可以让我们身体里面 减少一些发炎啊 或者是说这种富含矿物质的 木耳啊山药啦 这些也都可以去做使用 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 就是说这些食品 这个摄取的应该还是要适可而止 千万不要说过度 那我之前就有病人 他就觉得说 医生你说这个天然的豆类很好 他就说他早上一定要现打豆浆两杯 然后中午又要吃豆类 然后晚上又要吃什么山药 生菜这些东西 那结果吃了久以后 反倒造成这个异常的出血 那我们一照着的时候 发现他的脂肪内膜是真厚 那这个反倒是不好的现象 那这个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呢 对于任何征兆呢 都不要掉以轻心 虽然卵巢癌很难发现 但是呢我们跟着医师的 这个养工护草方法呢 相信呢我们把自己照顾好 每一朵女人花都可以顺利的绽放